我国在1985年正式推出了首款国产车普腾赛加 随后又在1992年创立了第二国产车 两大国产车公司相继推出了许多销量不俗的车款 随着宝腾和第二国产车取得成功 首相敦马阿迪表示 我国也现意协助土耳其开发属于他们的国产车 敦马说国家汽车公司通过与主要制造商的合作 已经是成功获得外国技术转移 我国现意协助土耳其开发国产车 首相敦马阿迪星期五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出席工业界领袖原装会议时指出 我国期待与土耳其合作 也邀请该国企业投资在我国的三大核心领域 包括宇航业 机械与装备业以及汽车业 Malaysia is targeting to be the leading aerospace nation in the ASEAN region 在汽车业方面 敦马表示 随着宝腾和第二国产车取得成功 我国也现意协助土耳其开发国产车 他认为土耳其的汽车需求量庞大 因此应该拥有国产车 土耳其是世界十大汽车生产国之一 生产的外国汽车品牌 包括飞霞 雷诺 现代 丰田 本田 福特等等 不过至今为止还没有开发属于自己的汽车 2017年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经表示 希望在2021年之前生产第一辆国产车 同时点名了五家公司组成财团 重点研发国产车 不过直到今天有关项目还是没有进展 NTV7综合报道